后来我们一起学习填墙系统的操作界面 填墙系统软件的操作界面主面有这个位置 是状态的一个切换 状态切换里面我们可以去进行像坐标系的选择 运行模式的选择 然后上面会有一个状态栏的显示 我们在切换坐标系或者在切换运行模式的时候 这边都对应的会有一个状态的变化 然后我们能看到像这个是手动状态 然后坐标系是在用户坐标系1下面 这边是状态栏 然后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主菜单栏 主菜单栏里面我们可以去选择文件操作 参数设置运行准备等一系列的 还有像POC等一系列的选择选项 然后这个位置是我们的通用显示 这里会显示像当前显示的是程序内容 然后还有我们回合一系列 还有我们可以去显示一些程序的名名称 我们可以在程序里面主通用显示区里面去选择程序的名称 这边是一个快捷键像送丝退丝 然后还有一些像圆弧关节直线等指令 可以在这边直接进行调用 然后这边这个位置还会有一个坐标系的一个显示 在我们按下去按下那个安全开关的时候 在我们按下安全开关的时候 这边会显示出来是一轴到六轴或者是XYZ等坐标系 然后下面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信息提示区 比如说我们像伺服上电 伺服上电成功了 这个时候还有像报警都会在这个地方去显示 然后再下面是紫菜单区 这边的话对应的每一个窗口都会不一样 比如说在程序里面这个地方会对应像有一些是像运动啊 指令啊辅助指令啊等等一系列的 如果在桌面上可能会是对应的一些像新键 打开复制删除等等一系列的操作指令 然后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这个位置对应的是运行状态的切换 这边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三个箭头的对应的是单步 然后三个循环 这是单次循环的指标 然后这个是无线循环的指标 然后对应这个位置会出现是关节的切换 对应的是坐标系的切换 坐标系里面会有四个坐标系 其中分别是关节坐标系 直角坐标系和用户坐标系 然后还有一个是用户 关节坐标系里面包含的是关节 这边对应的是可以进行坐标系切换的按键 坐标系机器人的系统坐标系里面包含了像关节坐标系 直角坐标系 工具坐标系和用户坐标系四个 我们常用在视觉的时候 这边坐标系会进行切换 有些时候我们需要用到关节 这时候就切成关节坐标系 有些时候我们需要用到工具坐标系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切换成对应的工具坐标系 然后这个位置对应的是四伏的上下垫 四伏上下垫 当图标是以这个方式显示的时候 证明四伏是没有上垫的 我们再去屏幕上点一下的时候 四伏 图标会变成绿色 这个时候就证明已经四伏上垫成功了 然后再往下 这个位置是对应的报警的时候才会出来的 报警的时候出现 比如说这个时候出现报警了 然后这个位置会出现一个感叹号 对应的是报警 然后我们有两种方式可以清除报警 首先第一个是点那个感叹号的位置 进行清除报警 还有一个是点下面的清除位置 可以把系统的报警进行清除 然后再往下看 这个位置对应的是速度 我们可以看到是现在目前显示的是20% 然后还有一些是可以是像 这个可以显示是从0.01%到100% 它对应的都是速度的倍率 我们在手动或者是在线的时候 这边都是显示的速度的倍率 然后如果是低于5% 它会显示成1 这个时候是1毫米一次 这就会变成点动的距离 然后简单手动的操作流程 首先我们机器人要打开电柜的电源 让电柜整个能开起来 开起来之后 这个时候我们要先去确认控制器上有没有报警 比如说我们就在这个位置 信息的显示栏里面有没有报警 如果有报警 我们要看一下是什么报警 然后把报警清除掉 然后我们要把钥匙开关 钥匙的开关切换到手动 切换到手动模式下 这个时候然后我们再去点伺服上电 就是把图标变成绿色 然后是在调节速度的倍率 一般来说我们手动的情况下 前面不熟悉的情况下 速度建议是使用低速 然后我们在后面慢慢熟练之后 也不要达到最高速 我们可以用30%40%的速度进行视觉 这时候是机器人相对疫情速度会比较慢一点 然后我们还要再去选择一个合适的坐标系 比如说我们要动一轴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到关节坐标系 我们要让机器人进行直线运动 这个时候可能要用到直角坐标系 然后再按下视觉和背面的安全开关 也我们上面写的是手压 这个时候是一样的 按下之后 这个时候我们再去按动视觉和面板上的正复件 然后控制机器人的某个轴运动 或者是某个方向上的运动 然后再按下视觉和面板上的运动